这一段日子帝南庆很和谐 宫里新生了位小皇子 此乃喜事 至于梅飞究竟是怎样死地 完全没有人敢开口议论 那座宫殿里结产的吻婆 很自然地因为梅飞难产而死陪葬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眼下大庆朝廷正在北方用兵 国事紧张之时 一统天下定机之日 哪有人会狗胆包天 说那三两犯禁句子 莫不怕那些在黑暗里的内庭太监 和苦修士来个报告 不过数日 梅飞的事情变淡了 京都重新化作了好一片朗月清风秋深地 一片清明 北方战事依然在缠绵之中 冬雪建制 南庆的攻势却没有减弱 一路直袭向北 快要接近北齐人 布置了二十年的南京防线 只是很可惜 一直停留在宋国周城的上山虎 在得到了北齐皇帝的全权信任之后 一场冷漠的压兵不动 死死地窃在庆军行进道路的腰腹上 令庆星号星号方无比忌惮 死非终究还是去了北方 因为战事吃紧地缘故 京都危感肃然 这位曾经担任收服北大营地燕京旧将 被陛下派到了北方 辅佐王志坤大帅 负责北伐事宜 名将如红颜 想必死非踏上旅途的时候 心中也是充满了豪情壮志 死非一去 京都守备师统领帝职位又空缺了出来 不知吸引了多少军方青壮派实力人物的灼热眼光 然而陛下紧接着下来的旨意 顿时打惜了所有的奢望 夜晚正是从书密院的参谋工作中脱身 除了五道太副地职务外 兼领了京都守备师统领一职 关于这个任命 没有任何人敢于表示反对 哪怕连丝毫帝意见也没有 因为夜晚这一年里 在帝国西方立下的丰功伟绩 实实在在地落在大臣百姓们的眼里 谁也无法压制他的出头 数十年前 夜晚帝父亲夜重变是在极为年轻的时候 出任了京都守备师统领一职 如今风水轮流转 又转到了他并不喜爱的儿子身上 但在外人眼中 所谓将门胡子 一抚注实 不过如此 深秋的正午 清冷的阳光洒在夜晚一身素色的青甲上 这位年轻的将领眉头微皱 青家马富 在京都正阳门外缓缓行走 他的眼睛微眯着 不停地从身旁经过的百姓身上浮过 就像是一只猎鹰 在茫茫的草原中 寻找自己的猎物 其实这只是他下意识的内心真实情绪反应 他并不奢望能够在这里遇到那位小贩大人 只是有些渴望能够见到那个传说中地人物 虽然陛下颜值吩咐 若他看见范贤 一定要先退三步 然而夜晚怎么甘心 轻旷的深秋天空里 清冷的阳光转换微微无数道或直获取缔光线 夜晚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 微黑的脸颊 眼角挤出了几丝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皱纹 他在心里默默想着那日在太极殿前与陛下的对话 心情异常复杂 为什么选择在秋日进行北伐 难道不担心马上便要来到的绵延寒冬 这是北齐君臣们大为不解的问题 也是南庆臣子们的担忧 只是陛下颜值一下 整个天下为之起舞 战马奔腾踏上了侵伐北朝的道路 谁也不敢多问 最奇怪地是 明明知道此次大战选择的时机不对 可是夜众同属的疏密院 最知战士的庆兴号兴号方众臣们 没有一个人选择劝谏陛下 数千数万儿狼前赴后继 踏上不归之路 只是为了逼他现身 夜晚骑在马上 微微低头 似乎是想躲避那些并不赤烈的阳光 唇角泛起一丝微色的笑容 他不明白陛下为什么如此看重范贤 更不明白为了诱杀范贤 陛下让庆国儿郎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究竟应该不应该 当夜晚将军新生唏嘘之意时 他不知道他一心想要扑杀的对象 庆帝在这片大路上最担心的那个 已经通过了城门 回到了京都 只不过那两个人所走的城门 并不是正阳门 正午的阳光 在西城门处也是那般的清曼 来往于京都地繁忙人流里 有两个极不易引人注意的身影 一人穿着普通的不衣 另一人却是戴着一顶立帽 进行了一些小易容的范贤 在踏入京都地这一刹那 下意识里偏头看了一眼 身旁的五竹 那顶宽大的立帽 将五竹脸上地黑布 全部挡在了阴影之中 应该没有人会发现蹊跷 很多年前 叶青梅带着一脸轻至地五竹 诗诗然向旅游一般来到庆国地京都 他走过叶仲把守的京都城门 将叶仲揍成了一个猪头 然后开始辅佐一个男人 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今天 范贤带着一脸漠然地五竹 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庆国京都 躲过夜晚亲自把守的正阳门 像两个幽魂一样汇入了人流 准备开始结束 那个男人波澜壮阔的一生 由此起 由此结束 这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循环 范贤和五竹回到京都地时候 北方地战争还在继续 离梅飞之死 却已经过去了好些天 他如今虽然是庆国地叛逆 被包除了一切官职和权力 但他依然拥有自己极为强悍的情报渠道 在京都的一间客栈里 范贤闭着眼睛 思考着梅飞死亡的原因 分析着自己的成算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范贤化妆成京都里最常见地青衣小丝 游走于各府之间 街向茶铺之中 没有去找任何自己认识的人 因为他并不想被万人喊打喊杀 他只是小心翼翼地在寻找着一些什么 他在寻找箱子 那个沉甸甸的箱子 那个风雪天行刺失败 被庆君围困于工钱广场之上 他听到了箱子响起的声音 也知道陛下险些死在那把重居之下 如果能够找回箱子 或许后面的事情会简单许多 只是箱子会在谁的手里呢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问五竹最为简单清楚 然而如今的五竹只是一张苍白默然地址 什么都不记得 什么都不关心 他只是下意识里跟随范贤离开了神庙 开始在这庙外地世界里 躺阳游历感受体会 在那几日里 为了家人的安全 为了和陛下之间地那种默契 范贤没有回范府 他在摘星楼附近找寻着痕迹 冥思苦想 谁会得到五竹书最大的信任 除了自己以外 然而他的思路陷入了误区 怎么也没有往那位女子的身上想 所以这种寻找显得是那样的傍黄 全无方向 只欲在深秋的京都街上呐喊一声 毕竟他如今是整个南庆朝廷地共敌 在看似平和 没有战争味道 实则已经开始渗出肃然之气的京都 首要地任务是活下去 遮掩自己的踪迹 他连监察院地救赎都不敢联络 所以这种寻找显得有些徒劳 如今的京都已经与一年前地京都不一样了 监察院已经成了二妈养的私生子 在戚风苦雨中摇摆 若不是陛下还没有完全老糊涂 只怕朝臣们早已建议陛下直接将监察院裁撤了事 范贤以往一直以为自己身怀三宝 便是天下都去得 所以无论重生以来遇到何等样的险恶 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丧失过信心 便是面对夜流云的剑 皇帝老子的手指时 他依然觉得自己才是世上最狠的那个人 他第三宝是独弩 独笔 五竹书 然而如今的五竹书变成一个白痴模样 箱子又不见了 他能怎么办 范府 柳国公府 晋王府 严府 和亲王府 天河道上的监察院 大理寺旁的一处衙门 城南的小宅 所有范贤有可能接触的地方都有朝廷的眼线 有好几次 范贤都险些与那些带着力茂的苦修饰状上 险之又险 既然想不明白箱子在什么地方 那便不去想 如今的范贤便是这样狠利地人 与之相较 确定皇帝陛下目前真实的身体情况与心理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有情报会拢到他的手上 然而 他并不是十分相信这些 因为宫里那位皇帝陛下 这一生最擅长的便是隐忍欺诈诱杀 大东山如此 许多次都是如此 范贤不想犯错 因为他知道 皇帝陛下再也不会给他任何犯错的机会 说来 很是奇妙 皇帝与范贤二人 其实对于彼此的情感情绪 都无法完全梳理清楚 然而一旦司机对方 心情便平静冷静下来 剩下地便只有一个沙子 不需对人言 不需昭告日月 杀死对方 似乎已经成了他们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某种精神支撑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件比较悲哀的事情 要想获得公理最真切的情况 范贤在客栈里思着许久之后 选择了叶府 叶府一门忠良 叶仲乃书密院证实 叶婉乃京都守备师统领 陛下信任无以复加 自然不会再派眼线监视 如今的天下 已经没有几个地方能够拦住范贤的潜入 所以当一脸愁思的叶玲 忽然看见一个轻衣小丝像鬼一样 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面色巨变 然而 这位降门虎女 毕竟不是弱智女流 竟是没有出身换人 而是面色一沉 直接从腰间拔出佩刀 毫不犹豫地砍了下去 是我 范贤开口换道 唇角泛起一丝疲惫的笑容 是你 叶玲儿不敢置信地看着她那张陌生的脸 许久说不出话来 她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年轻的师父居然还活着 居然真谛能够从神庙活着回来 一番谈话之后 范贤疲惫地低下了头 看来 陛下的身体真谛不行了 而且从梅妃之死中 从皇室对那位小皇子的安排中 她心头微动 异常准确地把握住了陛下的心意与心情 那是一种淡淡的苍老意味 看来接连遭受了最亲近的儿子臣子沉重的打击 强大的皇帝陛下 不止肉身 连带精神 都已经陷入了她这一生最低沉地时期 只是为什么陛下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北伐 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要抓紧时间 为将皇帝陛下打下神坛 范贤不惜用枪用剑用人心 极尽两生所修无耻心思 以天下为要邪 邪万民以自重 才终于成功地造就了眼下的局面 陛下老了 有感情了 自然也就虚弱了 这本是她一直最期待看到地局面 可为什么此时的范贤心里 却没有丝毫喜悦的情绪 范贤不止不喜 反而更有些枉然 她坐在叶灵儿面前地椅中 双只脚踩在椅面上 双手抱着膝盖 脸贴着腿 沉默地进行着思考 给人的感觉异常疲惫 叶灵儿看见她的这个姿势 眼睛微微一亮之后 迅疾化作了浓郁化不开的悲伤 因为她想起了某人 或许正是因为 她想起了某人的缘故 所以她没有问范贤那另一个人 现在在哪里 太阳渐渐偏移向西 一片暮色映照在叶府之中 叶完成着脸踏入了后园 不知道是因为北方战事紧张的缘故 还是整座京都都在防备着那人 归来地缘故 宫里并没有严令她出京归营 反而陛下留了口谕 让她随牙逝世 父亲叶仲应该 还在疏密院里分析军报 拟定战略 只怕又要熬上整整一夜 叶丸却没有丝毫羡慕与不愤 因为如今的她比谁都清楚 这一次北伐虽然已经爆发 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结束 因为此次北伐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目的没有达到 也正是因为叶仲不在府中 所以叶丸的脚步反而显得轻快了一些 她与父亲的关系向来极差 不然也不会在南兆一待便是那么多年 甚至连京都人都险些 忘记了她的存在 不过叶丸与叶灵儿的关系倒是极好 兄妹二人或许是很多年 没有见面的缘故 反而显得格外亲近 叶丸准备去后园看一看妹妹 所以没有带任何部署护卫 然而一入后园 她第一眼看到地不是妹妹的身影 却是一个轻衣小丝 那名轻衣小丝勾搂着身子 谦卑地行了一礼 便准备离开 叶丸的眼睛却眯了起来 因为她入原地那一刹那 她就已经注意到 这个看似普通的出其地轻衣小丝 两只脚的方位有问影 这是极其细微的地方 轻衣小丝的两只脚看似随意 实际上叶丸清楚 只需要此人后脚一运 整个人便能轻身而起 当然 这也是到了他们这个 极数的高手 才能拥有的本事 是自己太过警惕了 叶丸瞇着的双眼里 寒光渐渐凝结 她看着擦身而过那名轻衣小丝的后背 忽然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要回来 轻衣小丝的身影微微一正 缓缓地停住了脚步 然后异常平静地转过身来 看着这位夜府地少主人 极有兴趣地问道 夜晚这样也能被你看穿 虽然是我大意的缘故 但你果然不错 当范贤在夜府里 与夜晚不期而遇时 与他一同入京地五竹 正带着那顶大大的立帽 在京都闲逛 关于入京地五竹 范贤早已经不知 该用什么样的言语 去形容自己挫败的感受 这位蒙着黑布 永远十五岁的少年绝世强者 不止失去了记忆 甚至连很多在世间生存的知识 也忘记了 范贤在京都待了很多天 五竹便在客栈的窗边 待了多少天 虽然黑布遮住了他的眼 但范贤总觉得 似乎能够看到 他眼睛里地那抹渴望 而好奇的目光 五竹依然不说话 依然沉默 就像一个行走的苍白机器 只是下意识里 跟随着范贤的脚步 好在范贤这一生最擅长的便是 与白痴儿童打交道 大宝被他哄得极好 五竹也不例外 这一路行来 没有出什么大地问题 只是那个似乎失去灵魂的躯窍 总是让范贤止不住的心痛 所以后来他不再阻止五竹出客栈闲逛 实话说 他也无法阻止 只要五竹最后能寄得回客栈的道路变好 范贤也没有担心过五竹的安全 因为在他看来 如今这天下 根本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他 然而范贤似乎忘记了 现在第五竹 只是像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 而且更麻烦的是 五竹的大脑里 根本没有伤害人类的丝毫可能 所以蒙着黑布的五竹 在京都里看似自在 实则危险地逛着 他不出手 不管事 只是隔着黑布看着 看着这座陌生却又熟悉的城池 五竹行走于街巷行人之间 好奇地看着那些唐葫芦 听着查铺里地人们 热烈地讨论住北方的战局 然而他走过了长巷 走过了天河道 来到了皇宫广场地边缘地带 他好奇地偏了偏头 隔着黑布 看着那座辉煌皇宫的正门 不知为何 冰冷地心里生起了一丝 难以抑制的厌烦情绪 啪 一块小石头 砸在了他的身上 接着便是很多石头砸了过来 经兜地顽童根本不知道 这个带着立帽的人 是世间最危险的存在 拼命地用石头砸着 丢傻子 丢傻子 五竹吻思不动 任由那些孩子丢着石头 他看着皇宫的正门 忽然间开口 自言自语道 这里好像叫五门 是用来杀人帝 这是五竹离开神庙后 说的第二句话 没有一个听众 他只记得这里曾经叫过五门 曾经很多人死在这里 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了 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了